民進黨每天打得利人 揮合家園 其實是為了撈錢 各位朋友這麼簡單道理 我在我們節目上講過多次 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講 這些錢留到民黨那裡 是國家的錢 對不對 民黨講得漂亮 但是他人拗就拗 拗不夠就像 卓榮泰拗不夠 只好說讓我們重新再找人 來提名NCC的委員 卓榮泰早早就想把這四個委員幹掉 這不是他提的人嘛 我罵民進黨 我是尤其他們執政以後 我對他們那種超級不屑 你們執政就是為了撈錢嘛 那種超級不屑 陳水扁執政就是為了撈錢 對不對 大家看 蔡英文執政一堆人下去撈錢 你們要緩和 緩和就是為了撈錢 因為緩和就只能用利人來 來那個對不對 加碼 就是我們告訴你 為什麼核能很不安全啊 各位朋友 你知道現在吃 世界上在開的這個 啊 氣候的這個環境的這個 這個峰會啊 29個國家參加 他們做成一個結議啊 要求 要加強使用核電 要加強三倍 哇 各位朋友 昨天通過的啊 我們 民進黨的政府還在緩和啊 因為緩和是大大的撈錢的機會 緩和你就要用力電嘛 力電就是太陽能光電 氣電 氣電共生 對不對 還有地熱 可以發電的就要拿來發電嘛 其實發電的東西我還蠻懂的 我過去是跑台電的記者 現在台灣所有的名嘴 只有我跑過台電啊 他不只地熱 還有潮汐發電你知道嗎 那潮汐會波動 海浪 海浪很大 是不是個動力 是 是不是能夠把它發電 可以 那你要找哪個地方的浪最大 哪個地方風最大 就風力發電 哪個地方太陽最恰眼 那個地方就要多射太陽能板 太陽能板為什麼都在南部 南部太陽大嘛 對不對 台南高雄屏東 風哪裡最大 中部嘛 所以風力電廠 都在彰化這一帶嘛 張濱 台中這邊嘛 大家看到不就這樣 那北部比較吃虧 但是其實北部 過去對台灣的電力貢獻是最大 合一場合二場嘛 對不對 大家看是不是這樣 合一場合二場 還有核四場 都在北部 因為北部的供電大 為什麼要設在這裡呢 新北市為什麼要設三座核電廠呢 因為我們北部 用電比南部 中部更多啊 我們的大的工廠 大的世界 都在這裡啊 對不對 你看桃園 那這些地方 當然是啊 所以我在講這東西喔 我跟各位朋友講 台灣 我們的經濟成長 跟這個電力息息相關啦 沒有電力喔 沒有穩定電力 就沒有台灣 我告訴你 沒有國 喔 大家 就是說 大家在講說 哎呀 台灣的國安 台灣最大的國安問題 就是人炎啊 民進黨人炎做的政策千仓百孔 為什麼搞這麼多利電 因為利電可以讓他們上下棋手 有人分不到就去開了八十八槍 不是嗎 陳啟毅為什麼要搞利電 他台鹽啊 他賣鹽就好啦 賣鹽不賺錢啊 他的 他們前幾天就說 那我們去做 養鹽美容啊 賣水啊 台鹽海洋深層水 台鹽賣海洋深層水蠻賺錢的 可是都是小錢啊 那就來賣美容的東西啊 台鹽做很多美容的品質也不錯啊 可是這賺的錢都不高啊 要賺什麼才會高 搞利人最賺錢啊 所以 台鹽利人公司 就由台鹽董事長來見這家 台鹽利人公司的董事長 他叫陳啟毅嘛 陳啟毅就是成立的利人公司 他知道這裡搞錢最容易 所以他搞走了多少錢 十一億 十加一就是十一 然後一 然後他找了一些民間的人 你到台鹽利人來幹董事 他找了 啊這些董事 他們在外面開什麼 營造廠 建築公司 對不對 啊做混泥土 混泥場 啊 為什麼 他們就在 台鹽利人公司的董事會裡面 就主導了 我們做哪些工程 移電公司 哪一些工程 然後就由我們的公司來報 陳啟毅就這樣幹啊 然後他兒子就到 這些人的公司裡面去任職啊 各位就這樣幹啊 所以大家想方設法來撈錢 光電也一樣啊 分不到的人 開了88槍 他們分分到那些人 也是他們民進黨啊 各位看到 用利人來撈錢 就是民進黨 民進黨 所儲心機 那這個錢 這錢都是幾億來 幾十億來 所以 王鸿威 國民黨立委 曾經揭發 他說 他在利人公司 多賺錢啊 對不對 他們開了 像古朝揮 古朝揮 朝廷的朝揮 揮是日治旁這個 三金統帥的金 這個連作揮啊 他們 他們 這些人 他們開了公司 大家也知道 民進黨來的 所以他們的公司 第一個字都叫做天 天天開心嘛 天 然後 總共開了 資本額 五萬十萬 做的生意 十幾億啊 各位 五萬十萬的公司 可以做十幾億的 沒有 做政府的啊 所以都跟人員相關的公司啊 那他 有個 那個就是 他們都叫天 所以 開了 這是 總共有九家 王鸿威說 這叫做九天賢女啊 然後到人員集 人員集看 這家叫天什麼的公司 是自己人 然後到了 台電那邊 這是自己人 天嘛 看到這個天子 這叫天字號的嘛 都是天啊 這些公司就這樣賺錢 銀爆 銀爆公司就不能賺錢 是 做人員啊 民進黨每天打的力人 揮合家園 其實是為了撈錢啊 各位朋友 這麼簡單道理 我在我們節目上 講過多次啊 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講 這些錢 流到民黨那裡 是國家的錢啊 對不對 民黨講得漂亮 但是 他人拗就拗 拗不夠 就像 卓榮泰拗不夠 只好說 讓我們重新再找人 來提名 NCC的委員啊 卓榮泰早早就想把 這四個委員幹掉 這不是他提的人嘛 這是他的前一任 陳建仁提的嘛 在蔡英文時代就提了 那 你已經 換了總統 換了行政院長 NCC是行政院長提名喔 不是總統提名喔 總統提名是司 司法院的大法官 監察委員 檢查總長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NC 那個考試委員 監察委員 大法官 還有 就是檢查總長 這些是由總統提名啊 那 如果是 比如講公平會委員 NCC委員 中選會委員 這個就由行政院長提名 這個就不一樣啊 層級就比較低啊 那我們可以看到了 卓榮泰 拗不夠了 立法院被迫上個禮拜 重新修法NCC的組織法 所以 翁伯中 只能看到業底了 這個沒辦法了 拗也拗不夠去了 他說那我開始再去找人 他其實 借律實力 他不想讓前一任的 總統難看嘛 不想讓前一任的 陳建仁難看嘛 那 陳建仁 蔡英文我告訴你 你們提的這些人嫌 被立法院幹掉了嘛 所以我只好 找我自己的人馬 我簡單講 所以我剛才很 善意的告訴他 你應該去找在野黨 2 1 國民黨最大黨 還剩4席嘛 你給他2席 啊你1呢 你1不差 為什麼 因為現任的還有3席 現任了嘛 對不對 3席加上你民進黨 再提名議席 你就4席嘛 4席就過半啊 那給民眾黨議席 民黨在立法院 還是最小在野黨 可是還是有影響力 對不對 那給他1席 所以你現在 211 對民進黨來講 是最划算 因為我給國民黨2席 那 NCC總共7席 國民黨有2席 國民黨接受 那你們各1席 他接受 那 民進黨有了這一席 加上原來沒有 時間還沒到這3席 總共有4席 那 你還是划算啊 你過半啊 那民眾黨 他有一席可以在裡面講話 民眾黨其實早早就講好了 啦 既我所知 民眾黨 他本來也是 認為民進 他跟民進黨的默契 民進黨會給他一席啊 這一席 既我所知 那時候講好了 大概就是邱毅 大家知道 原來國民黨的 立委 爆料天王邱毅 既我所知 但是 他們現在要不要這樣做 我不知道 我知道 我只是提出一個 你讓可以政府跟運作 小董不是壞人 不是每天 我罵民進黨是個畜生黨 民進黨去告我 告輸 那 那 但是我不會想說 我讓國家 退步 停止不前 不會嘛 我們認為這個國家還是要正常運作 正常運作 政治本來就是 裡面有一些妥協的成分在哪裡 政治不是 我想怎麼做就一往直前 因為你現在民進黨不是像川普這樣 哦 你現在的賴清德也不像蔡英文這樣 蔡英文那時候國會勾辦 現在民進黨沒有勾辦 沒有勾辦 你要有沒有勾辦的作法 賴清德每天講 哎呀 我們要要民主 那你民主 民主你要看國會 你不勾辦 你怎麼辦 對不對 你還是要運作啊 你說我行政權要獨大 沒有這個道理啊 過去 蔡英文行政權獨大 是因為民進黨在立法院勾辦 民進黨的立委 只能當橡皮圖章啊 民進黨的立委在立法院 沒有辦法表現啊 很多立委 他們過去素質不錯啊 也會有些建議 可是民進黨执政他不能講啊 他們只能蓋章啊 這兩天大家看到一天接受訪問啊 一天說民進黨欠我很多啊 說要給我公事華事 也沒給啊 意思說過去 陳隨便都給江霞 為什麼我都沒有 他說後來沒給 說要給我一個基金會 也沒給啊 現在只給我一個國策顧問 無幾值 沒心碎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天 他表達了 有一些不滿 可是沒辦法 形勢比人強嘛 我沒有想過 認真過 他說要給我一個人 再給我一個人 其實是 我們不是很想要的 在那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